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acky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T18 JUMP T18這支遙控器 那這支遙控器它有 五合一高頻頭 五合一高頻頭 那你如何去設定這個 五合一高頻頭 首先我們開機以後 到第一個模型 你可以在自己建立模型 那我以 預設的模型來跟大家 分享 那我們就壓左邊第一個按鍵 MDL 好我們壓它 然後它會進到這個模型的 細節設定 這個就是D組模型 那D組模型之後 我們如何找到它的高頻頭設定 它的高頻頭是內置的 內置 高頻頭 多合一的 四合一高頻頭部分 來 好 這個是 四合一高頻頭 多協議的 就是 比如說你的小飛機 或者是你的 任何一個目前市面上 很多玩具的 通訊協議 那它裡面有很多 那可能你需要先去查資料 那我大概講解一下多 這個五合一高頻頭 你看它就是我們要選的時候 就是內置高頻頭要選 關掉 或者是開五合一 就是多協議的部分 那多協議的部分呢 在你是選 你的廠牌 你的接收器是哪一種接收器 好 那我們以大家 就是我比較常用的 FORCE GUIDE的部分 好 那FORCE GUIDE的部分 它有D16 D16D8模式 好 現在有很多模式 好 甚至於V 現在的新的 因為有一些東西我還沒 細節去測試它 那 比如說 D16的通訊協議 好 我們再來選一下 好 有些東西 因為現在高頻頭 資源越來越多 然後甚至於 現在 不會吧 它連 FORCE GUIDE的 L模式的 L模式的 協議都有了嗎 這個部分我還要再找我的接收來測試 然後就是所謂的長距離接收器 然後 LR12的協議 好 那我們 這個是多協議的部分 我們針對FORCE GUIDE 現在比較常人用的接收器 然後 它還有什麼呢 它的915在哪裡 915在這裡 一樣是FORCE GUIDE的R9 R9系列 的協議 R9系列的協議 就 然後後面有一個915 來 我們先選 R9系列 然後 915 915還可以選 868 所以它的915 事實上就 通稱就是915 事實上它可以915跟868 去選擇 那我現在手上沒有這方面的接收器 所以我大概就是 設定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那868的8000 915的8000 這個就是 FORCE GUIDE的R9系列 所以這個多協議 521高頻 它在915的部分 是要這樣設定的 好 因為 常用 大家是比較常用FORCE GUIDE 那還有就是 比如說 因為太多了 太多 現在太多那種協議 H83D 像這個 我大概轉幾個給大家看 它的協議很多 就一個高頻頭 現在已經都坐在裡面了 支援很多種很多種的 不管是 小的穿越機 然後探索機 或者是 像這個 自己看 有在玩的人都知道 那你就去查 它很多協議 非常多 它不是 不像以前 就是 固定幾個 現在越來越多 支援越來越多了 所以它的協議 然後支援的品牌 然後 好 這個應該是 FTABA的 好 所以 有很多協議 就是 看你的用途 那我比較常用的是 FORCE GUIDE服藏的介紹 我也不太用 所謂的什麼正常介紹 然後花牌 這是華格爾的 接收器的 WK 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相關資料 可能你要上網查一下 那如果你要買什麼 碳刷小機啊 小機在家裡玩 你就看一下它的 本身 你喜歡那台機器 一般我們都是喜歡那台機器 那個小四軸 或者小直升機 那你可以先來擦你的遙控器 是否支援它 這個應該是FTABA的 那個比較低階的加密 這個 大家有看到 好 那因為很多 非常多 那我 我不可能一個一個試給大家看 所以你 假如要買 小的碳刷機 或者小的 竄業機 小直升機 就玩具型的來講 它的協議很多 你可以先查一下 你自己的遙控器 是否支援 那我 我們比較 我自己比較常用 就是在FORCE GUIDE的部分 FORCE GUIDE FORCE GUIDE 我先 好 好 FORCE GUIDE FORCE GUIDE L這個 這個長距離的接收器 我還沒有測試 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才發現這個 咦 多協議已經 支援到這種程度 然後 好 FORCE GUIDE 我比較常用就是 D8 D16 這個是一般用 玩比較久的 玩OpenTS 大概都是用 所謂的 D8或D16協議 那除非你有特殊用途的 才會用到L系列的接收器 那現在連多協議的高頻筒都支援它了 所以越來越方便 好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它在 好 那個 以前的DSM DSM的高頻筒 好 DSM2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弄 現在目前市面上的 玩具很多 所以 你可以事先查一下 那主要我今天 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於 多協議的設定 然後包含 它現在的915 915它有支援 915跟868 那我沒有拿到接收器 我也不知道 如何測試 等到接收器出來之後 我拿到或者是 再來試這個部分吧 目前我是沒有空去測試 因為 以台灣現在的法規來講 有一些東西 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吧 那因為我 要去測這種東西 只要是台灣人 現在都知道 好 那我就分享 就 跟大家比較強調 就是915的部分 那 今天 謝謝大家